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长公下山先到长沙 然后前往湘南 但白色恐怖严重 过不去 何长公只好折回长沙去武汉 在汉口座上美国轮船到了香港 经广州到韶关 已经是二七年底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何长公去澡堂洗澡 听两个军官聊天 说这里驻扎的伊斯林团是参加南昌暴动的队伍 团长王凯就是朱德 何长公立刻赶快马上收拾东西 化妆成华侨商人去找朱德 这样 朱德 毛泽东就取得了联系 但更多的还是必然性 经过数千里小长征 已经疲惫不堪的朱德 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 以致军队要想生存下去 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 这一点 南昌暴动时就没有考虑到 不管是周恩来 贺龙 或者叶挺 都是想趁国民党内部不同意 干了再说 毛泽东的秋收起义 比南昌起义晚几天 却率先到达井冈山 搞武装割剧 维持生存权力 朱德对此比较欣赏 1928年4月28号 朱德的大手和毛泽东的大手 握在一起 从此风云变天 此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朱毛组合 风里神州大地 携手前行间天翻地覆 近代史上有过很多双人组合 太平天国的洪秀权和杨秀卿 辛亥革命前后的孙中山和黄兴 甚至蒋介石和何应卿 都是很不错的组合 但是最成功的还是朱德和毛泽东 1928年的朱德42岁 虽然是共产党员 实际已经从军20年 历经辛亥革命 护法战争 军阀混战 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数十次 军事经验极其丰富 已经是个优秀的统帅 而且作风朴实 绝不动摇 眼光也不错 调教素语 提拔林彪 1928年的毛泽东35岁 书生出身 但学历不高 搞过宣传 但没有名堂 搞过政治 但不被信任和重用 但是没有关系 他有比拟天下的气魄 并且拥有 实现那种气魄的雄才和大略 他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大手 强势改变历史节奏 1928年的朱德 虽然有种种优点 但是他还需要一个足以安定天下之人 给出新的出路 他曾学于旧学堂 问道于欧洲 但没找到那出路 他求教过孙中山 请教过陈独秀 均没有得到正确答案 1928年的毛泽东 虽然用他独特的气质 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但是缺乏切实可行的人才 而毛泽东本人 参军没几天 带兵也没几天 空有一套理论而没有实践 参加秋收起义的将星并不多 十大元帅里面只有罗荣环一个 还是搞政治的 十大将军里面只有谭政一个 也是搞政治的 真正以打仗建长的 反而是黄永胜上将 还是跟着林彪之后才闪耀的 1928年 朱德的队伍 可谓将星如云 元帅就有 朱德 林彪 陈毅 三位 大将友 素玉 黄克成 两位 加上之前转移的骨干 如刘伯成 受伤掉队的 如许光达 就更多 朱毛会失于井冈山 如同肢体和大脑结合在一起 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 对于毛泽东而言 思想终于不再是空洞的 对朱德等军人来说 终于不用对着旧军事思想和阳军事思想迷茫无助 他们终于找到自己的路 所谓马列主义 终于不再是理论空壳 终于成为五千年军人脚下的 合脚的鞋子 两双大手相握 从此 历史上许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从此 世界的颜色改变 从此之后 历史的流动方式发生改变 伟大的争吵 历史 喜欢把伟大的战友描述为亲密无间 仿佛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一般 一生其乐融融 事实 往往是另外一个样子 即伟大的战友之间 常常争论不休 有时候 伟大的战友之间必须争吵 就算是孙中山和黄兴 也经常吵吵嚷嚷 因为战争 毕竟不是过日子 战争中的男人 如果想要存活胜利 那就必须强悍 强悍 是所有伟大战士的基本素质 伟大的统帅也是一样 必须强悍 因为伟大的统帅 不是因为他是朱德和毛泽东而伟大 而是因为他干的那些事 所有伟大统帅 必须做出伟大选择 选择 往往伴随着分歧 即使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毛泽东和朱德 也不可能立场完全一致 分歧总是伴随着争吵 所以 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也有争吵 是正常的 两个伟大的男人 为了伟大的事业而争论 争吵也是伟大的 所以称之为伟大的争吵 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朱德带去井冈山的大兵 是国民党正规军 国民党军队和后来的共产党军队 差别很大 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 司令 军长 师长 这类长官很重要 后来共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具体来说就是 政委权力很大 有时候大过司令 比方说 后来的向英 就把新四军军长夜挺架空了 饶恕式政委 让陈毅军长十分难过 这个转变起源于毛泽东 在三万改编时 定下党指挥枪的政策 朱德和他带去的那些人 对这种政策 没有任何印象 没有印象不要紧 要把手中权力减小 可是实实在在的 朱德是个心胸宽广之人 就算不计较个人利益 对毛泽东也未必放心 在当时的朱德看来 毕竟毛泽东没有经受过战争考验 却相当强势 把权力给他 也不放心啊 等到后期 毛泽东展现了弃吞山河的魄力之后 朱德也愿意慢慢淡去 在两人刚刚接触时 就让老程稳重的朱德 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不太现实 退一步 就算朱德愿意服从 其他人也未必愿意 正因如此 朱德和毛泽东的早期关系 也是波澜起伏 主要是朱总司令的实力比较强大 而毛代表的力量相对弱小 但是在性格上 朱司令比较宽厚 毛代表较为强势 朱司令虽然有行军作战的经验 但政治水平一般 毛代表虽然作战经验不多 但指挥作战的水平不差 要不然林彪那种怪异的天才 也不会从朱司令身旁走开 投入毛代表的门下 而且毛代表 还要按照自己定下的原则 挡指挥枪 去改造朱司令的军队 争吵诞生了 上层的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 主要的是大兵问题 朱德的大兵来自很多地方 到了井冈山才发现 原来条件如此艰苦 南瓜汤都不能保证供应 打仗还可能随时掉脑袋 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呢 于是以湘南农民为基础的29团 就闹着要回家 说咱们要回家 打仗也回家乡打 顺便看看老婆孩子 种地啥的 不亦乐祸 大兵的这种反应 又加深了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 争论终于爆发了 先是毛泽东写信给中央 大一事 请中央派两个高明的同志来苏区 最好是刘伯承 当时名气大 过来管军事 运带英 名气大且资格老来管党 毛泽东这是虚晃一枪 因为刘伯承当时还在苏联学习呢 运带英在中央搞宣传 这两个人都不太可能去苏区 然而毛泽东这一枪 招来了另一个杀星 既然要人 中央也不能不给 就刘安宫吧 看起来比较合适 刘安宫 四川人 1899年生 22年入党 参加南昌起义 和刘伯承一起去苏联学习 但比刘伯承早一年回国 正在待业呢 刘安宫在1926年和朱德合作过 又有过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 可以说和朱德是同一条战线的 他的到来加剧了争论 这么说 倒不是说刘安宫人品差 帮助老乡兼战友对付毛泽东 而是另有原因 刘安宫 此番从苏联回到国内 雄心勃勃 准备来前线干一番事业 当时处于创业阶段 很容易做出一些选择性的贡献 即只要按苏联的模板抄袭就行了 按照苏联模板就应该有军委 于是仿造苏联设立临时军委 自任主席 从苏联回国的同志 大多有这样的毛病 想要与众不同 比方说刘伯承 回国之后要打运动战 刘安宫也一样 要设军委 军委就是一个军事管理机构 看起来似乎必不可少 但当时情况不一样 如果有足够大的地盘 足够多的军队 设立一个军委是必须的 问题是当时没有固定地盘 只有那么一点人 今天在福建 明天又跑到江西去了 网络没有 电话没有 写信都没有邮递员 军委在后面 怎么指挥 所以毛泽东坚决认为 应该由前委指挥作战 因为前委就在前线 跟着队伍跑 要怎么打 怎么转移 派人通知一声就行了 这么一来 相当于前委 包办了军委工作 加上毛泽东性格强势 前委很有家长之作派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刘安宫 要改变这个情况 就和毛泽东争论起来 朱德本来就和毛泽东有类似的分歧 此时又认为 既然党指挥军就应该听中央的 刘安宫是中央的人 应该支持刘安宫 毛泽东的支持者中 最坚定的是林彪 林彪是在前线打仗的 当然愿意接受前委的指挥 要不然 以后盖克章都要跑回后方 这一掌就没法打了 开会时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刘安宫认为 前委管得太多 权力太集中 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 代替了群众组织 使书记专政 有家长制的倾向 要恢复正式军委 林彪的意见 地方工作不多 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 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 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 更有利于作战 不必设重叠的机构 并批评 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反对设立军委 各不相让 两边在争吵 让下面很难办 大家认为 刘安宫有道理 林彪也有道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当时多数人 都不赞同刘安宫的临时军委 这思仗着自己喝了点羊沫水 回国就想欺在咱们头上 没门 1929年6月8号 前委扩大会议上 连议上干部都来了 刘安宫和林彪 再次针锋相对 刘安宫慷慨陈词 毛泽东总是强调 党的绝对领导 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 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 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 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 拒绝中央的命令 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 就是一个民政 所以 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 与军委职权的问题 还有一个洪死军 是刘朱还是刘毛的问题 林彪再次重申了 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 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 耐心做解释工作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 他将自己的意见写出来 放在会议桌上 理由很简单 前委军委分权 前委不好放手工作 但责任又要担负 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 请求马上调换书记 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此举 是大部分预会者 对刘安公的做法不满 接下来投票 前委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 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刘安公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 自然免去 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随后在这个职位上光荣牺牲 晋升为革命烈士 毛泽东虽然暂时获胜 然而此事还没完 从长远角度看 军委是必须的 朱德的立场和刘安公一致 刘安公指出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 不少人厌倦了毛泽东的霸道和强势 两周之后 也就是6月22号 红四军在福建龙岩这个地方 召开第七届党代表会议 大会和两周前的情况差不多 吵得特别厉害 各方面态度还是一样 但局势发生了逆转 人家刘安公的临时军委书记 已经没有了 目标就集中到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上面 说老毛 你要把自己的那一摊子事 说清楚了 经过陈毅同志 霍西尼氏的慷慨陈词 大会再次选举 结果 毛泽东的前委书记 也没有了 而陈毅 莫名其妙地成了前委书记 陈毅之前当过前委书记 但是搞不定 这次再次当选 依然搞不定 搞得头大 而且 从此背上排挤毛泽东的恶名 出现这个结果 只能说明两点 一 大家累了 不想再吵了 都走吧 二 政治平衡 并非军事需要 不管台前人如何叫嚣 争论的根本 还是朱德和毛泽东 看法不一致 刘安公只是一个外来户 虽然参加过南昌起义 职位不高 而且随后去苏联了 来到苏区 相当于空降兵 独门独户 想找茬 手里也没家伙 朱德 主张接受中央策略 好像没错 问题在于 当时的中央 自己都是东躲西藏的 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如何能给出正确主张 还是刘安公说得对 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 拒绝中央命令 这个问题 一直存在 随着 中央对苏区干预越来越多 越来越尖锐突出 1929年 仅仅是一个中央代表 刘安公就闹成这样 接下来 中央进驻苏区之后 冲突更猛烈了 但是 以当时毛泽东的力量 可以搞定一个刘安公 还没法和整个中央对抗 所以 毛泽东起起伏伏 多次下等 要不是败蒋介石 强力干预 第五次反围剿惨败 毛泽东 恐怕很难负起 这个问题一直持续 持续到遵义会议 持续到延安整风结束 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 再也没有人可以干预他 自创原则为止 日后的文化大革命 又因为没人能干预他 而损失巨大 这就是毛泽东最特别的地方 总是能根据实际需要 自创原则 并且非常有效 按照中央那一套 共军早就玩完了 既然中央搞不定 那就自创原则呗 只要能够扭转不利局势 只要有用 事实证明 确实非常有用 比方说三弯改编 毛泽东创立党指挥枪 比方说 毛泽东自创的枪杆子里出政权 比方说长征途中 毛泽东自创放弃西进 而北上等等 没有毛泽东的自创原则 队伍就差不多可以散了 队伍就差不多可以散了 然而 凡是都有两面性 有利的一面和有害的一面 这种随心所欲的自主性 在战争年代非常有效 在和平建设时 往往是一种伤害 同样一个毛泽东 同样自创原则 自创大跃进原则 自创文革 就带来巨大的伤害 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朱德 承受了 也必须承受 毛泽东自创原则 所带来的荣耀和痛苦 荣耀 战争的胜利 痛苦 战争之后的政治运动 从 带着千把人上山 到红军总司令 到八路军总司令 到解放军总司令 这一系列的变迁中的荣耀 只属于朱德一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 能够想 此等尊重了 没有朱德 毛泽东在井冈山 会更加的困难重重 没有毛泽东 朱德也不会有后来的地位 朱和毛 军和党 是一体的 一体之中的朱和毛 共同探索了游击战基本原则 比如十六自决 二人通力合作 创游击战精髓 十六自决 敌进我退 保存实力 待机转移攻势 敌退我禁 打击其士气 积小圣为大圣 敌注我扰 以疲惫敌人 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 敌劈我打 应及集中兵力 主动进攻 以歼灭敌人 关于十六自决 现在又惹起争论 有人说是毛泽东最先提出 有人说是朱德最先提出 争论这个毫无意义 因为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体的 朱德战争经验丰富 毛泽东 政治理论水平高 这个十六自决 很可能是毛泽东 根据朱德的军事实践 总结出来 即使朱德先提出来 也不影响毛泽东的天才 即使毛泽东总结 也不影响朱德的军事地位 伟大的合作 龙岩会议之后 毛泽东离开前委 陈毅重新成为前委书记 却搞不定前委局势 没了毛泽东 朱德也是寸步难行 又经过一番折腾 毛泽东又回到前委书记的位置上 朱德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不可或缺 朱德本就是心地宽厚之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 朱德对毛泽东越来越认可 越来越包容 以二九年为基点 转变如下 两年后的宁都会议上 中央高层要对毛泽东动手时 朱德能做到中立 已经很不容易 六年后的遵义会议上 当伯古凯峰等人 和张文田毛泽东等人激烈过招时 朱德的表现是这样的 听着听着 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 再也听不下去了 大全砸在桌子上 猛地站起来 目光冷烈如电 我说几句 是 我们大多数将领 没有喝过羊墨水 但是 事实胜于雄辩 谁对谁错 历史是最终的证人 李德同志总览战局以来 红军节节失利 全局溃败 湘江一战 数万战友 血染江涛 朱德失声流泪 会场一片沉静 随后 朱德提议 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 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 我的话 讲完了 可谓 生情并茂 霸气侧楼 遵义会议之后 毛泽东遇到命中的克星 张国焘 三个月之后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彭德怀红三军团的保护下逃离了张国焘魔掌之外 然后北上 朱德和张国焘同行相当于羽狼共舞 在羽狼共舞途中 朱德依然支持毛泽东 需要指出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朱德的作用不仅仅是支持毛泽东和张国焘对抗那么简单 遵义会议上的朱德 只是像政治家一样表态 伯古等人并不能把朱德怎么样 南下途中 除了要面对来自张国焘的危险 还有整个红四军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危险 因为南下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这段历史应该很精彩 可惜模糊不清 但依然能找到 如下片段 南下的张国焘 从嘎驱河 折回阿坝 立刻大造反对南下的舆论 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 想给朱德来个下马威 让朱德屈服 因为朱德是红军总司令 很重要 批头回上 很多人跟着起哄 要朱德当中表态 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 划清界限 反对北上 拥护南下 朱德根本不吃那一套 几十年了 啥没见过 就坐在那里 不鸟他们 张国焘坐不住了 说 总司令 你可以讲讲吗 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怎样 是南下 是北上 朱德虽然脾气好 也被他们搞得很烦 表态一番 大意识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鬼子入侵 鬼子入侵 国人愤怒 北上打鬼子 才有前途 眼见朱德不配合 就有人起哄 冲着朱德喊 既然你拥护北上 那你现在就走 快走 朱德表示很淡定 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 既然你们坚持南下 我只好跟你们去 张国焘以各种名义 召开各种会议 主打宣传 只有南下 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 他们给朱德 起了一些响亮的名字 老糊涂 老幼青 老顽固 张国焘要另立中央 朱德坚决不同意 朱德和张国焘的较量 是另外一种风格 当年党内斗争十分激烈 开会时 常常是上下蹦跳 吵得脸红脖子粗 朱德不一样 张国焘的追随者 对朱德 亮出言辞上的尖传力炮 朱德则安稳如山 任你怎么斗 怎么骂 他总是一言不发 如同身在女儿国里 面对诱惑 却闭眼诵经的唐三藏同志 当对方斗完骂完 他又慢慢地摆施时讲道理 有如唐三藏那般宣扬佛法 南下没出路 要北上 不要南下 要北上 等等 对于朱德的表现 徐向前表示很佩服 回忆说 自从张国焘令理中央起 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 他同张国焘的斗争 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 牙齿录得越长越好 而是心平气和 以礼服人 以之手讲斗争 以之手讲团结 张国焘 礼不直 气不壮 矮一截子 拿朱老总 没办法 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 张国焘是颠量过的 没有朱德的支持 他的中央也好 军委也好 都成不了气候 朱总司令看透了他 一直在警告他 开导他 制约他 因而 张国焘心里老实打鼓 不敢走得更远 这话有少量水分 但基本靠谱 张国焘的回忆录 把很多人啰嗦一通 但对朱德很客气 顾到朱德所说 留下转环余地的意见 可以说 他对朱德有相当敬意 想要赢得张国焘的敬意 不容易啊 朱德为啥这么干 是觉得张国焘霸道 难合作吗 非也 毛泽东 比张国焘还要霸气 是因为朱德的家底 都在中央军吗 这样 未免小看朱德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他从军事统帅的角度看到 南下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当时国民党是正统 共产党是造反派 唯有以抗日的名义北上 方能在道义上占领至高点 对于弱小的一方 又失去道义优势的话 结局只能是灭亡 跟战术无关 跟天才无关 甚至跟政治无关 当年石打开离天津出走 就是范例 当张国焘意识到这一点时 已经晚了 在北上 政治威信失禁 只能养人鼻息了 最后觉得 养毛泽东的鼻息 没意思 跑去养国民党的鼻息去了 仪式英明 就此断送 朱德 依然稳稳坐在总司令位置上 迎来人生巅峰 张国焘和朱德比 战略眼光 还是差一点 正因如此 战争年代 也只有朱德 可以和毛泽东辟敌 但战争之外 就是另外一个模样了